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731集 三生药?那是什么呀? 楚风狐疑 接近到眼前都几乎能够感受到对风冰冷气息的生物 竟在喃喃着一种药物的名字 不过虽有疑惑 但现在楚风更多的是发毛 实在是太被动了 生死皆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迷失者 要是给他来一下 楚风严重怀疑 便是动用轮回土与黑色小木毛都不见得能挡住 他不敢轻举妄动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愿取出筷子长的黑色小木毛这种大杀气 除非没得选择了 甚至他都没有睁开火眼金睛 怕刺激这个密尸者 大雾很浓 无边无际 将整片雍州阶营都覆盖了 属于百万计的进化者都在退走 都在逃离此地 但是 现在楚风走不了了 被锁定了 被这种莫名的生物盯上了 不远处 奇荣僵硬的在地上 但毕竟是一代天尊 片刻后他就复苏了 睁开眼后就要顿走 然而 还没等他起身 密尸者熬的一声 凄厉的嚎叫响起 如同一万厉鬼 合在一起发出的怨气 挥舞激荡 普通一声 奇荣刚稍微动弹 就又一头栽倒在那里 眼前发黑 再次昏死过去 楚风头皮发麻 这还真是以天尊 级以上进化者为食物的可怕生物 随意的低吼 就让奇荣僵死过去 其实楚风也在庆幸 即便他有种魂光将崩开的感觉 但毕竟没有受到致命的冲击 对方 为针对天尊以下的人 他有点担心雨上 怕他出现意外 果然 这一刻他感受到大仗中有动静 雨上要挣扎着出来 前辈 不要妄动 等在那里 楚风急切传疑 告诉雨上 这是密尸者 专门针对强者 而他在外面却没事 雨上有些忧虑 怕楚风出现意外 但是最终被楚风非常焦急的传疑所组 选择未动 其实他也动不了 密尸者又一次发出了嚎叫声 雨上也倒下去了 昏死在地上 这片地带清静了 两位天尊阳头栽倒 楚风僵立在原地 而其他人都跑了 逃出浓重的大雾区域 在死寂中 楚风感应到一个生物 在围绕着他转动 走了一圈 又注视别处 依旧在南南三声耀 随后这里陷入死寂中 但是楚风却越发觉得可怕 感觉像是脱离了阳间 进入一片莫名的世界 阴雾翻涌 覆盖了天上地下 无论是湛州阵营 还是贺州阵营 所有人都在眺望 都感觉不可思议 因为整片雍州阵营 都像是陷入了阴间 坠入地府中 太昏暗了 引起浓郁的吓死人 在大雾中 在死寂中 楚风突然听到了忧远 而又射人的铃声 像是某种可怕的野兽 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在摇动 同时 他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气 觅食者就在附近 不时在眼前与背后出现 速度太快 忽左忽右 地面都在下沉 土层无声的湮灭 觅食者在寻找什么 楚风彻底豁出去了 睁开火眼金睛 不然的话 被对方来一下狠的 都不能提前发觉 他想看一看 所谓的觅食者到底是什么 终于他看到了 浓重的大雾中 有一个劈头散发的人 正在移动 快到不可思议 在整片区域出没 但是他脉步时 无声无息 不断地幻灭 有几次几乎于楚风 脸贴脸 难怪感受到 对方的呼吸 不过 他的面孔上 披散着头发 看不清真容 而且即便是 火眼金睛 也不能透视 忘不穿那发丝 觅食者身上 穿着破烂的衣物 很像是传说中的 母巾 编织的金铝玉衣 可是 却早已腐烂了 很难想象 究竟经历了 多么久远的岁月 灰发披散 破烂衣服上 是暗黑色的血迹 但早已干涸 这个人如同幽灵 偶尔发出好叫声 则射人心魄 让人觉得 灵魂都要随之而崩开 这还是他 所有气息内敛的结果 并不针对 楚风这种弱小的生灵 不然的话 就如同天尊般 可能就死了 不过 楚风也有所怀疑 这个觅食者 并未吃其容 他还好好的活着 只是昏厥了过去而已 灵声来自哪里呢 并不是源自 这个披头散发的觅食者 啊 下一刻 楚风震惊了 他终于发现了秘密 很震撼 也很可怕 在这个觅食者背后的空间 是塌险的 宛若连着一方世界 随着密食者走动 那坍塌的空间 也随之而动 他像是背负一方世界 灵声源自那个坍塌的世界 有一只猛兽 在那里徘徊 楚风深感吃惊 这是什么状况 背负一方世界的密食者 那空间中有什么秘密 楚风双目中金色符号闪烁 反正双方都已经这么接近了 密食者真要对他下手的话 也不会留情了 他盯着塌陷的世界 想要窥尽秘密 一瞬间 他感觉天旋地转 让他几乎要昏厥 因为那塌陷的世界在旋转 有种奇异的能量弥散 那是一个漩涡不断转动 像是一片黑暗的星空 在缓缓的旋转 要将人的心神吸附进去 在那里面非常昏暗 像是螺旋而进 不断深入 在途中密密麻麻 有些生物像是死尸 又像是尸魂者 在漂浮在游荡 这是什么情况呢 楚风深感震撼 密食者背负的 塌陷的漩涡世界中 像是一片死狱 有各种丧尸般的东西 在游荡着 最为关键的是 这世界不断深入 螺旋而进 最深处那里传来浓郁的腐烂气息 死气滔天 这很奇怪 楚风没有关注这个塌陷世界时 他没有闻到气息 可是现在 那腐烂味道与死气 像是铺天盖地而来 铃声就是源自螺旋而进的 较深处世界中的一头猛兽 他在黑暗阴影中不断的哀鸣 很像是一头地狱犬 高大如山 漆黑如墨 很可怕 楚风用力摇头 这情况很不对 密食者背负他显世界 里面有诡异与要挟的状况 怎么看都觉得太异常了 楚风让自己静心 盯着漩涡世界 发现里面的许多行尸走肉 都在无意识地在死狱中走动 生前疑似无比强大 他盯着那里 双目金色符号射人 看到了那片死界中更深处的东西 有一些破碎的金属片 当的一声 当他注视到那些悬浮的碎片时 仅听到了钟声 像是可以贯穿古今未来 震慑人心 让他整片心海都一震悸动 心神都要成为空白了 有古怪 楚风吃惊 没有放弃 继续盯着看 而且几乎要看到 那漩涡世界中的尽头 恍惚间他看到一个人 背对外界 盘坐在那里 身体前倾 一口破碎的大钟散落在那里 那人浑身是血 半浮在残中上 腐烂的气息 还有浓郁的阴雾 以那里为源头 除此之外 透过那残中 竟还映照出残缺而又模糊的景象 一口青铜棺染血 不知道葬着谁 坠落向远方 售猴震动 那是一种哭嚎声 以一种鼓语传来 楚风不可能听懂 但是有一股 雷弱的精神能量荡漾 传到外界 让楚风意识到 那是什么意思 伴着售吼声 伴着哭声 那漩涡世界中的黑色巨兽在震动 楚风被惊得回过神来 他看不到漩涡最深处 那背对外界 而浮在残中上的染血身影了 可是他却一阵心惊肉跳 怎么感觉像是曾经看到过 在九号给他观看的精神印记中 曾有这个人出现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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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